贤子的案件时隔两年才开庭 尽管反对性暴力的运动 我也是已席卷全球 中国女性维护权益 依然受到重重挑战 贤子在开庭前对现场记者表示 中国的体制 给予类似受害者维护权益的途径不多 他希望自己的案件能鼓舞其他人 27岁的贤子指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 在2014年强行亲吻他 他要求朱军公开道歉 并赔偿5万元人民币 从18年发生到现在 就算是可能这个案子最后 没有取得最终的 司法意义上的胜利 但是能够让很多人 看到除了和我一样的 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朱军拒绝承认指控 并对贤子提起了诽谤诉讼 我非常担心大家 关注到我这个案子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得到喜悦 但是也可能会有挫折 当然希望大家一定不要把我个人的挫折放在心上 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 历史就算会反复 但一定会向前走的 谢谢大家 中国的我也是运动起始于2018年 当时北京的一名大学生公开指控他的教授对他进行了性骚扰 席卷全球的我也是运动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维权活动 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同时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 提出指控的女性通常面对审查和官方的阻挠 目前为止 这场运动在中国带来的胜利极少 直到2019年 性骚扰才在中国的法庭体系中成为了提起诉讼的有效理由 今年7月 一位使用化名的女子罕见的赢得了指控她前上司性骚扰的官司 她的上司是成都的一名社工 她被要求公开道歉 但是没有赔偿 周三 在北京的法庭前 支持贤子的人群举着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的标语 也有人带来了写着我也是的牌子 在现场工作的外媒摄影师随后被警察带走 目前原因还不清楚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